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头发有点乱 现在呢我下班了 9点06分 经济铁站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 9点52了 我刚刚下班回来 今天是周一 又是加班的一天 加到了9点钟才下班 996 嗯 6都不行 还有最近真的黑眼圈特别重 我的视频里面一般都会加个滤镜嘛 但是呢 这个眼圈就是遮不住 太明显了 我最近每天睡觉的时间 大概是12点半到1点之间 一来呢给大家回复消息 二来就有点 嗯 暴富性熬夜的感觉 哎呀这个皮肤状态有点不太好啊 啊 不知道大家有不知 暴富性熬夜这个词 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打工人 这白天经过了八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的那个辛苦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自己的那个个人的时间 然后就会忍不住 就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无论说是看电视啊 看电影啊 看书啊 玩手机啊 呃或者什么去蹦跌啊 就 停不下来 明明明明明已经很累了 但是大家就是 会 会 那个 禁不住 就是要 去干这些事情 这有点 不太好 对吧 明明知道对自己的 那个身体不好 不健康 但是还是会这样子 暴富性熬夜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嗯 因为我白天 九九六嘛 九点到晚上的九点 但是你要算上睡醒了的时间 那也得要七点八 七点四十 然后起床 然后各种出门 到了晚上现在也差不多十点 然后还要回去洗衣服 嗯 再加上可能剪个视频上传 然后 就晚上将近十一点半十二点了 哎呀 然后之后躺在床上 已经是十二点钟左右的事情了 那我白天我觉得我蛮紧张 压力蛮大了 然后 好不用夜深人静 那个不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貌似感觉对不起自己 所以呢 就开始了 暴富性熬夜 嗯 我本来说 哎哟 那个十一点半就得睡了 嗯 但是 我每次都做不到 所以呢 嗯 跟大家 经常说的一件事情 大家吃好喝好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我貌似只干到了前面的 两间 那就是 吃好喝好 早点休息 好难 我除非不加班 我之前 不加班 所以我每天晚上大概是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睡 就还可以了 这个睡觉睡眠的时间大概到早上七点半的话就有将近八个小时 七个半小时左右 那像我现在暴富性熬夜 每天晚上睡觉一点钟睡七点半的话那就是六个半小时 一个正常的成人的睡觉的需要的时间那就是八个小时左右嘛 嗯 达不到要求 所以呢 黑眼圈 不能再熬夜了 但是我可能今晚又会熬夜的 扎心吧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同龄人吧 至少说是我的同龄人的现况 嗯 嗯 希望 等我不加班了先吧 再调整回来 好了 那现在我要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大家 今晚早点休息 莉莉祝大家今晚有个好梦 好了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那个频道号 亲爱的莉莉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